今集我們邀請到市政署代表吳佳希先生上來節目 吳先生你好 你好 又到了農曆新年了 相信不少觀眾朋友都已經準備好各種賀年食品 和應節佳餓和親友一起分享 但當中需要注意些甚麼才可以吃得安全又健康呢 一度農曆新年 親友同事聚餐飲宴特別多 當中不少人因為吃渴過度 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 甚至出現輻射和嘔吐等最為不適的情況 所以在盡興之餘 在飲食方面更加要作出適當的選擇和節制 例如多菜小肉 低鹽低糖低脂高纖維的三低一高飲食原則 可以作為我們日常困能飲食的參考 可以避免因為飲食失調而引起的健康問題 除此之外 注意食品安全及保持個人衛生亦十分重要 冬春季期間胃腸炎的事件都比較常見 究竟與季節有無關 如何避免和預防 大家俗稱食物中毒的集體胃腸炎個案 少言全年都會發生 但由於冬春季節氣溫炸暖環寒 比較容易忽略儲存食品的溫度和時間控制 長時間將食品放在室溫底下 導致病菌有條件大量滋兆 當在次進食的時候 一旦未有徹底翻而熟透 病菌就有機可乘入侵我們的身體 另外 鱷魚病毒是冬春季節期間較常見 引起急性胃腸炎味原因之一 通常與食用未經煮熟的貝類水產有關 所以大家應該盡量避免進食 生的和未經徹底煮熟的水產食品 為了預防食物中毒 大家也可以從個人和環境衛生入手 生熟的食品要分開處理 打火鍋的時候 最好備有兩套分別接觸生的和熟的食品餐具 而進食前最好要徹底煮熟 尤其是貝類水產品 此外 盤菜這一類材料豐富而有大份的菜式 進食前一定要徹底翻而熟透 市政署食品安全廳同事 上個星期起陸續走訪 本澳售賣盤菜的食品業界作出安全宣傳 並派發安心享用盤菜單張 讓業界銷售時派發給消費者 除了剛才提到的安全衛生和飲食建議之外 還有甚麼需要注意呢 為了增添置日氣氛 不少市民和商戶都會擺放賀蓮盤菜裝飾 但由於它的花位和果實 是作為遠藝觀賞用途 並不是給人食用 為了長時間保持美觀和防止蟲害 它的花位和果實 可能在栽培過程中 和上市之前被施放農藥 因此食品安全廳在此特別呼籲 賀蓮盤菜是屬於觀賞用途 並不是食用的水果 市民切物採集盤吉直接食用 又或者加工業制作為食品用途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 歡迎致電食安專線 2833-8101查詢 謝謝吳先生 不安氣 今集節目時間到了 再會